这是一届最想追悼会的金像奖 主持人鞠躬十秒缅怀这位故人 四大天王合体清场当年轻 今晚会离开此之前 我们有几位朋友 很想将一首歌 送给刚刚离开我们的 一个我们最爱的朋友 一个歌王 我们永远的影帝 哥哥 张国明先生 第二十二届金像奖颁奖典礼上 男女明星们身穿素色礼服 神色肃穆 这是哥哥坠楼身往后的第五天 张国荣是香港演艺圈公认的歌坛领袖 他的意外离世 至今仍是每个香港人的痛 其实每一个香港人 其实都对Leslie 有一个非常不实 跟特别的感觉 黎明在他面前就是迷地 还曾在镜头前向其表白 他是我的偶像 陈一迅的2010年演唱会上 他用一首寂寞夜晚致敬张国荣 趁前一番话 不知道听哭多少人 哥哥 今晚跟着这首歌 是代表了我对你的深圳 谢谢你 一场颁奖晚会上 周润发当着一众大咖的名 给张国荣下跪 眼见对方来真的 他当场也回了一半 我怪你了 你不好 你不好 与谭永林争霸五年 谁输谁赢至今没有答案 但如果让曾丽雅四大天王的王姐投票 恐怕谭永林会输得非常彻底 因为曾犀利点评张旭友不配做歌神 痛批邓子奇只会飙高音的王姐 唯独没说过张国荣一句坏话 张国荣他本身可以说是我在香港出道这么多艺人对我最好的一个 最让人敬佩的还有张国荣的洒脱 1989年底正值歌唱事业巅峰的他宣布退出歌谈 把港谈留给更多新人闯荡 他是一代举行 也是不可磨灭的神话 以上